然后,在一次过河的时候,我抱着一个小孩子,自己就摔倒了,然后就被一股激流给冲下去了。 当时你还申请了美国这边的生活院,我帮你写了存建信,这事可以给大家讲一讲。 其实留学签证本来是通过的几率还是挺大的,但是可惜他们没有给我通过。 签证被拒之后,我知道你挺心灰意冷的,好像要放弃离开中国的这种念头一样,但是这一段时间你是怎么心里发生转变的? 从8月份到11月份出来,也不过两个多月。 两三个月? 那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的新波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,小区是不能出的。 小区都不能出了? 对。 所以风筝还严重? 当时买菜都是小区里的一些便利店,他们是政府给他们特许,让他们可以去卖青菜,卖肉啊,但是你不能出去。 通过这件事我想清楚了。 想清楚什么? 就是他既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防疫,来全面积入你的私人空间。 那么就是这一次放开了。 下一次他完全可以以另一种名义去限制你的自由。 对不对? 并且这种假设并不很遥远,下一次可能就是战争。 我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,他可能这三年的防疫就是对未来的他准备发动战争的一个欲业。 我也有朋友,就是在我出来之后,他说国内现在放开了,已经好了,你考不考虑回来呀。 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下一次。 对对对,他们觉得疫情嘛,天灾,是不是? 人道灾难其实是。 他们想不到这种人道灾难在中共这种重拳管理之下会轮番上演。 可能这几年好日子,所谓的好日子,二三十年,大家过惯了,有点钱了。 也没有像什么文革啊,反右派的时候弄了你家破人亡了。 你就忘了这个党的本质是什么了。 他们并没有变呀,是不是? 这个中国人就是很善于你好了沙巴忘了疼。 下面我们就来重视的聊一聊你走线的过程。 这是我们教会里的七个人,我们相约一起走出来的。 我记得那天夜里大雾弥漫,而且那个雾是黄色的,怎么去机场的路上。 就我的想象当中就是中国当时的那种环境的一种象征。 然后我们那个车就在那个迷雾中穿行,不知道前路在哪里。 但是,对于身后,就已经下了决心了,要离开。 直到后来,到那个伊斯坦布尔,我们那个白日革命爆发的时候,我才流眼泪。 当然了,不光是为自己,为国内那些勇敢的年轻人。 然后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,他们,他们敢于走上街头。 你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,好像还写了一首诗是吗? 那首诗就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,就是我怎样离开这个国家,一些不舍的东西。 但是,我又不得不离开。就是那种非常复杂的一种情绪。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流亡的感觉的? 我给你讲一个18年的事。18年我去过一趟香港。 当时就是去,去玩两天的。 你知道我从广州火车站坐那个慢车,就夜里去到香港红堪火车站。 当跨过那个边界的时候,有一种自由的那种感觉。 就一瞬间,就好像,就好像一股水流一样,从头交到脚。 你在国内生活久,甚至你在美国,自由的时候生活久,都感受不到。 我后来看了一本书,就是余英史,他的回忆录里,也写到这样。 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体验。 他也是从大陆逃到香港的。 他是走到罗湖海关。 就是一样的感觉。 所以我为什么说流亡是从出大陆海关就开始呢? 你从圣经上来说,他叫出埃及。 真的,我们就在走在旷野的路上。 我们一路,其实我们是基督徒嘛。 一路,其实我们也在坚持去聚会啊,祷告啊。 真的,就是亲生的体验到那种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那样一种生活。 我觉得,虽然很坚固,我觉得这也是一辈子难忘的一个经历。 你们在这个路上一共花了多长时间? 如果不算,我在美国移民间的话,就三个月将近。 但是,再加上,在美国移民间里就是四个月多。 我不想过多的讲这些路上的见闻啊,感受啊。 甚至大家在抖音上,都能够走一大把。 你遇到过哪些危险? 从厄瓜多尔,跨过边境到哥伦比亚,我们就是非法的了。 入境的,对不对? 当时是那些当地人带我们,就是走那个山路嘛。 他车是不开车灯的,其实这是很危险的。 那也是第一次遇到。 在哥伦比亚第一次被警察要钱吗? 对,其实走线的人都知道。 后来大家都麻木了。 但是第一次真的。 紧张。 还挺惊险的。 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你。 给多少钱? 好像一人20美元吧。 给打他要办是吧。 然后就是过雨淋了。 因为我们当时半分下雨了嘛。 那个河水就涨起来了。 我们过河都是手牵着手,一长串这样过去的。 当时,相当于我们一起的小孩子还要抱着他们。 对。 然后,在一次过河的时候, 我抱着一个小孩子自己就摔倒了。 然后就被一股激流给冲下去了。 幸亏一个同伴给我拉住了。 就没有了。 哇,如果拉不住的话,是不是就直接冲跑了? 对,那一段还是水热挺急的。 在雨淋里走了三天半。 三天半算是快的还是算是慢的? 算慢的。 因为他们说,其实两天,我想两天半就能走出来的。 进雨淋里,买的一些装备啊,食物啊,也是只够两三天的。 这就直接导致我们到最后一天多,几乎没吃东西。 一天都没吃东西,还要走雨淋。 哇,那身体是面临极大的挑战啊。 然后帐篷还提前,提前两天就丢了。 就因为我们。 因为快出去了。 对。 然后不得了,到下一个路线去,去跟人家一起去打火。 几张房? 对。 我听说最近几天,都有人死在那个路上。 就说中国人,你要把所有走下的人都算进去。 其实死亡比例不小的。 可能在一些比较正常的国家,我来美国不需要这么近的。 就像我们在路上,就没有遇到什么日本人、韩国人、台湾人。 对,对,对。 中国不是号称什么世界第二吗? 经济强国吗? 为什么出来的? 雨淋里一大半都是中国人,你知道吗? 这几个国家,你觉得哪个最操弹? 正好那段时间呢,边境真的又收紧了。 那不是拜登去墨西哥城吗?开会。 反正就是。 被你们赶上了。 对,当时我们也在墨西哥城。 这也跟墨西哥移民区的那种做派有关。 他不问你要钱。 像我们在墨西哥城,就没有遇到什么黑警要钱的。 他就抓你。 抓你,然后放到移民间。 然后呢,再把你朝回拉,你知道吗? 你知道吗? 你知道我们在墨西哥待了多长时间吗? 将近五十天。 我的个乖乖。 OK,在墨西哥经历了五十天的煎熬。 终于要翻墙了。 还记得翻墙那天的清醒吗? 就在那河里几乎没有水。 有水也只是摸到脚脖子。 然后我们就过来了。 我们当时还没有想到,你过河了。 当时这个边境墙就在这旁边嘛。 我们还没有过边境墙。 但那地方已经是美国的国土了。 然后我们那个同伴就停下来点烟嘛。 他终于到美国了,因为看地图嘛。 一安美刚点上两三分钟,移民局的车就来了。 他们说,站着不要动。 也不要从那个门进去。 正好那个墙,它不是一个洞。 它是有一个铁门。 在那个边境墙上面修了一个铁门。 那么就直接放人进来吗? 但是他平时会锁。 当时是开着的。 也有意思就是美国想放人进来就放人进来。 对对对。 你在等警察去开车过来,把你们拉走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内, 你们当时是怎么,主要是你了? 什么心情? 我还比较淡定了。 我还比较淡定了。 但是我的一个同伴已经按待不住了。 就抱着他女朋友,给他痛哭起来了。 塞兰这一路,各种接待行动,我知道我一定能到美国。 我相信我出来上帝的带领。 那他既然让我离开了埃及,那就一定能到加拿地啊。 这也是无奈之举了。 你说谁要一张机票能过来为这样花几个月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线啊? 是不是? 过来之后就被抓了?就被关移民间了? 对。 你刚才说是关了多长时间你? 50多天。 你被关了50多天? 对。 这可是很久很久的了吧? 正常人我听说都挺快放出来。 那段时间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些移民政策可能会有,当时有些收紧嘛。 跟这些边境警察打交道,你觉得他们和善吗? 是你想象中美国人应有那种样子吗? 当时我们不是他让我们停着不要走吗? 他来车帮我们拉走。 然后我们站成一排,他搜身的时候,怕我们太紧张。 还带其中一个女士开玩笑。 她就用英语说你有没有看到气球在天上飞? 你知道什么经过吗? 对。 就上段时间,中国的间谍气球跑到美国来吗? 对。 正好就是那两年的事。 对。 就缓解一下这种气氛吧。 这就是能看出他们,不说欢迎你嘛。 起码也就是他们的职业素养。 对吧。 对。 对。 手位啊,他们的素养还是可以的。 反正都对你还是笑咪咪的。 直到我们到了密西西比。 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私营的,就是政府租他们的一个监狱。 也不像什么种族歧视了。 就不知道是什么种族了。 就是那些说过呀,真的。 再说一个更不正直正确的,就是特别是女的。 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回事,就是态度特别不好。 或者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。 给的工作太少。 对,因为密西比州,我后来我出来之后,我专门上网查了。 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。 对,它算是美国很穷的一个州。 对。 那一个月,除了这些手位给你很不好的体验以外,其他感觉怎么样? 吃啊,这些方面。 吃的也不好,基本上没有一对能吃饱的。 在美国监狱里不给你吃饱。 这一顿一定要拨出去。 让大家知道,美国原来也有这一面。 我觉得这有点伤害人权吧。 鸡腿,你知道鸡腿在我们监狱里有变成一个象征了。 只要一说鸡腿,就是好像一个大家都在梦想, 但是又遥不可及的东西。 反正我在那间一个月就吃过一次节奏。 那你后来又转了? 对,我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另一个移民间。 没有这里查过,应该是官方的。 它小一点,但是呢,真的,就特别人性化。 我也跟你说过,那里的那些守卫啊,就该那些月有都是打成一片的。 不论是点名啊,还是吃饭啊,自由度都是大大的超过了。 我在密西西比,今天大概一周一次。 那还挺好。 嗯,一周一次。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? 路易斯安那这个移民监狱,才符合你对美国的一些想象呢?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。 就是,比较人性化吧。 虽然是监狱,大家也是人嘛。 对。 没有丧失人一体化。 对对。 说真的,我们虽然是士吉米间吧,但是也有一些难民性者。 包括我们在从巴拿马,过于林,那个难民营,其实说是联合国,其实就是美国主导的。 嗯嗯。 在那个地方,他就知道你要来美国了。 对对对。 对吧? 他让你来,对不对? 对。 就是我第一次恐惧命团没有通过的时候。 因为不通过,当时记住啊,可能会被遣返啊什么,是不是? 甚至有人都给指招吧。 嗯。 你可以到,到飞机场。 嗯。 然后撞墙。 嗯。 然后受伤了,他就,他就,他就暂时一通到转换你了。 嗯嗯。 就像当年赖张英。 嗯。 我在想,那不是没有尊严吗? 嗯。 我在,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丝丝的东西。 嗯嗯。 就是如果他强逼着我要去回中国的话,那我就回到我的小屋里,就是疗死残生。 嗯。 据我所知,恐惧面团不是通过概率很高吗? 你咋还没通过呢?第一次。 恐惧面团,包括中国的,包括南美的。 因为我们当时也互相交流嘛,在监狱里。 都有一点程度的夸张,甚至是虚构。 我是个基督徒啊,我就不是个基督徒,就是个人的这种,嗯。 自尊啊,我不想撒谎。嗯。 所以我就肇事说嘛,就是,啊,你在国内有没有受到身体的迫害啊? 遭受酷刑啊? 然后我就说没有,是吧? 这为什么这么强调身体的伤害? 精神的伤害不是伤害吗? 但是,精神的伤害不好鉴定啊? 对,对,对,他们可能这一方面来考虑。 第一次,因为我精神的伤害就说的很少嘛。 嗯嗯。 身体的伤害,你要说没有,所以,啊,最多就是宗教,啊,不能正常聚会啊。 嗯嗯。 或者身边的一些朋友被迫害的,他们就觉得可能力道不够。 嗯。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个国家不能够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活着? 我不去撒谎,是不是? 嗯,不能够照自己想要的那种方式去生活。 我又不去伤害谁。 为什么要收了别人的启示啊,嘲笑啊? 反正最终还是上帝保佑出来了,没有被遣返。 我比较熟悉的几个中国人嘛。 嗯。 那当时,在路易斯安那的监狱,中国人不多。 但是,我们就一起,嗯,平时一起去放风啊,还不在一个仓石。 我还带他们去聚会啊,什么的,读经。 那几个不信的都说,啊,你看,上帝保守你。 哈哈。 因为他们据说,啊,据说第一次不过,第二次能够翻过来的。 嗯。 可能性,嗯,不到百分之十,大概百分之五左右。 哇。 上帝带领吧。 嗯。 觉得就是让我经受这个试探。 就是没有撒谎,也能够通过这次恐惧面谈。 是的,说得很好。